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我跟Morning也認識16年 我跟Layah也認識4年 來分享幾個Morning Girl的故事好了 就是Morning看我比較熟的原因是 我記得是在彰化的時候 場邊的魔術十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對就是我們之前有時候表演 會需要場邊幫我們可以錄影 我們可以回去檢討說我們站位 或者是哪些人的動作怎麼樣 然後我就請了少甫哥幫我們錄影 就錄完回去我一拿到手機的時候 欸怎麼有自拍 露臉是他們還有道具 他們還有道具 他們還有那個什麼圓盤 然後魔術帽 還有劍是不是 對好像是吧 因為那天剛好是 那天是劉老師當DJ 然後劉老師都會準備一些小道具 要玩中場遊戲 他裡面就有那個裝扮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跟我的partner叫Peter 我們兩個就是把他帶起來 他說來幫我們拍照 然後我們就跑 然後我們就兩個就把他帶起來 然後我們就把他帶起來 對對對就把他帶起來 對 在那個時候啊 因為第一次是劉老師 謝謝導播 雖然我有偶像包袱 今天為了收視率我來了 你們等一下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嗯 你說說看 我看我有沒有想起來 當然就是劉老師的故事 就是不被雷亞寄來形成 欸 不可以不可以 你先說說看說定我記得 沒有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呃 劉老師就是看Money Girl 那時候是海皮革的地方 對 然後聊天完了以後呢 劉老師就說 欸 我覺得那個雷亞很漂亮耶 我就說是喔 呃 沒有意思 對 我說是喔 這個可以講喔 可以啦 可以啦 劉老師可能會送我們之後來 給我們再考考 爸爸 你給他想清楚 這個可以講出來 然後他就問說 他就說那你幫我問一下 我想要加他Facebook 那個時候 遙遠的時代 大家就Facebook比較多 然後我就說好 可是因為我跟你們沒有那麼熟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問 我就說你自己去搜尋去加他 劉老師就去加了 然後隔一個禮拜回來 又是有老師 劉老師就跟我說 欸 我上禮拜加你們那個雷亞 啊 他都不跟我按同意耶 他是不是不喜歡我啊 他是不是討厭我啊 我不知道他是誰吧 你們在球場上跳啦啦隊啊 其實很需要和DJ搭配對不對 喔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要問什麼了 雷亞應該不知道 你該說說看 說不定我應該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先說說看 我們也知道說 在SBO 就是Timeout的時候 你們會進來跳 但是你們的舞步 都是設定好四個八拍的 八個八拍 喔 八個八拍的舞步 去跳 就配著DJ的音樂來講 對 那你們有沒有遇過DJ放的歌 讓你不好跳 有 哈哈 我沒有聽過這一套 我沒有聽過這一套 沒有聽過這一套 今天也利用這個機會 啊 我們來看網路上的向民 我們有時候也會被DJ整 就是我們跳一跳 也會覺得說 這個音樂 對嗎 我們就回頭看了一下DJ DJ也會就是給我們這樣 嗚嗚嗚 拍在整個 給你好看 因為有時候突然放一個台語歌 甜蜜蜜 之類的喔 或者是 我覺得我有一次DJ是放超級快的歌 對 超級快的歌 我們剛好那一次 因為我們好像有兩套吧 我們那一套剛好又是比較中版速度 然後突然配一個 就太快的 超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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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硬跟喔 硬跟跟完下來 我就說 我在那裡說 我XX太屌了吧 有跟的這樣很厲害 對 他照跟跟完喔 超厲害 超厲害 可是真的在遙遠的時代 確實是有發生過的意思這樣